哈囉,我是阿滴,今天要來介紹一下 2017 最夯的五個流行用語 好的,各位小滴,2018 年的第一天 1月1號星期一 當然就是要來看阿滴英文 不然要幹嘛 那今天呢,作為一個新的開始不眠書的 我們要來回顧一下去年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就像我們有做2016 年回顧最夯的流行用語一樣呢 我們今天也是要來回顧2017 年到底網路 是不是,創造出來了,硬掰出來了 哪一些奇怪的網路用語 我們在開始整理之前,先來看一下我的服裝 有沒有,新的一年阿滴又更潮了,是不是 潮梯,帽子,新的硬要戴帽子 有沒有潮 第五名,Stan Stan他不是一個人名嗎? 或者是,你知道創造漫威然後一直客串的那個Stan Lee 這邊的這個流行用語呢 Stan其實是由M&M的一首歌也叫做 Stan眼蛇恩來的 那如果聽過這首歌或是看過歌詞的人就會知道 在這首歌裡面呢,Stan就是一個超級的瘋狂粉絲 在MV裡面阿,他瘋狂的對M&M示愛阿 然後寫信阿,做出一些瘋狂的舉動 但是轉換到網路上面的流行用語裡面呢 只要是始終的粉絲都可以叫做Stan 他甚至變成是可以當動詞來去代表 我很支持某一件事情 那我們來看一個網路上面的例子 I am the ultimate fangirl, I stand for it all I am always shook, I am always slayed, and I come through fish 那這邊就看得到Stan當作是動詞的用法嘛 I stand for it all,就是我支持一切的東西 那這裡也有一點有趣,因為它跟另外一個用法 也就是I stand for,有一點諧音 就是我代表,我支持他,我代表他的意思 說到始終的粉絲呢,其實我到現在還是會有人問我說 小滴到底是什麼? 大家應該都知道我們的粉絲,我們的觀眾就會稱呼為小滴嘛 到現在還是會有人問我說 小滴是不是我的兒子之類的 第四名,low key low key 你這個看字面上應該就知道它是什麼意思了 就是低調,它跟high key 剛好就是相反嘛 high key 就是高調,low key 就是低調 那它的用法的話呢,常常會加在一個動詞的前面 就是你偷偷低調的去做這件事情 像比如說 I low key stole my sister's lotion Not that I did,just like 這是一個例句 我們來看一下網路上的一個例句 For the record, make you feel incredibly lazy wasn't the girl the work of it was my low key way of telling Kevin to F off 所以這邊它就是在講說 這一個影片是一個我很低調的方式 叫 Kevin Hart 就是你知道滾開 所以反正不管是加在名字還是動詞前面 就是你加上去low key的話 就是很低調的、很間接的去做某一件事情 所以大家要記得喔,是low key 不是所耳喔 好的,原來是low key 的這個部分啊 第三名,shock 那我們都知道,shock 就是 shake 的過去式嘛 就是搖搖,搖搖 那流行用語它就沒在說就是你看字面上 有時候真的會猜不出來它到底是什麼意思 所以shock 在這邊的意思呢,不是你在搖 而是你整個人感到非常的震驚 有種我會震到的感覺,被震撼了 所以呢如果你在網路上面看到有人說 I'm shook 的話 不是說他正在搖 而是說他被某一件事情驚嚇到 那我們來看一下網路上面使用的範例 I guess cats out of the bag guys, I'm so shook at this This movie is gonna be so important and I'm honored to be a part of it 這段話就是Troy跟大家宣布 他即將要參與在一個電影製作當中 他非常的震驚,也感到很榮幸 那說到shock,shake 還有一個東西是2017年很流行的 第二名,snatched 在2016年呢 有一個很有名的流行用語叫做on fleek 它的意思呢就是某個東西非常的到位 非常的有形 那簡單來說呢,snatched就是2017年的on fleek 所以就是很潮,很正點,很到位的意思 所以這邊它就是說 我在拍攝中也要讓我的腰身是非常的到位 非常的有形的 snatched 這個單詞本身是抓的意思 所以這個流行用語snatched就是說 因為抓到了,所以就很有形 最後我們來到第一名 第一名,savage savage呢這個單詞本來的意思是野蠻 不過呢在流行用語裡面 它的意思比較接近中文的狂 所以我們今年也會聽到很多人說94狂嘛 英文版本就是savage 好,我們來看一個例句 IG,Coffee & Snapchat Stories was one of the most savage things in tech this year 反正這個例句就是在講說 IG的即時動態其實是有一點抄襲snapchat的 好,這整個狀況呢就是非常的狂 他們竟然敢做這樣子的行為 好了,以後還是不要用這種例句好了 還是要小心一點 IG really did just copy snapchat in the most savage ways possible 還有很多其他用法 對,只是我剛好網路上面找到的就是 都是這些 反正savage就是在講狂的意思 這個又讓我想起 我們在座2016年的前五名的時候 第一名好像也是類似的意思 那時候的第一名是LIT 也就是很high啊很狂啊的這種形容詞 那今年的話呢 savage就是2016年的LIT 如果你想要看看2016年的五大流行語的話 可以點這邊的資訊卡 好,以上就是2017年的五大流行用語 變成十大了 五大五個 如果你也知道2017年有什麼 你看過,被用過,覺得奇怪不解的單字的話呢 也歡迎大家把它留在留言區下面 如果有看到的話呢 也幫你解析看看它到底是什麼樣子的意思 那不知道2018年會出現什麼樣子神奇的流行用語呢 我們就拭目以待 我們每個禮拜一一四晚上九點會發布新影片 記得要訂閱我們 並且開啟小鈴鐺才不會漏掉任何一集教學喔 在新的一年當中呢 如果想要支持我們的創作的話呢 也歡迎大家到我們的pressplay頁面逛逛 一個月只要五十塊錢 五十塊錢 就可以支持我們繼續做優質的教學內容喔 Thanks for watching as always and I'll catch you guys next time See ya See ya 2018第一支影片馬上開始業配